RCA多人永不妥協 迈利呼喊因为23年前 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台湾厂 工作荣剂毒害 造成1300名员工离癌 2000多人死亡 但诉讼一拖就是14年 有的人就离癌走了 或者有的人正在患病当中 诉讼来讲是93年开始到现在 延宕了很久 一拖再拖却等不到答案 为了避免事件重演 行政院会通过劳动世界法草案 未来各级法院将设劳动法庭 由具备劳动法经验法官速审速决 尤其像交通运输业的 他们看起来颁表是7点或8点出车 但他们通常4点就要出门 然后6点就要开始去领货去堆货 那这些在颁表上面是看不出来的 劳动法庭出现的时候 专业的法官会有助于找出破绽出来 原先劳资秋分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 只能先经由行政调解 未来将改为司法调解 对雇主更有约束力 我相信法院发了通知雇主应该不敢不来 然后既然来了 在法官的这样的一个调解之下 可能在诉讼前就可以达成某些解决的这样的方案 而且过去劳工如果要申请对老板进行假扣押 需要缴纳大笔担保金 未来法官可以视劳工的生计状况免去担保金负担 如果劳工有胜诉的可能 公司还要继续雇用并挤付薪水 甚至可以由工会代理诉讼 少掉一半裁判费用 朝野难得有共识 就判劳方不再屈居劣势 诉讼上能够实质平等 让小虾米劳工也能对抗大金鱼 东三餐新闻 林陆博冲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